谈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三十名 美若天仙周芷若 实力一流强级别 一天头龙剂中峨眉派掌门 周芷若的强大主要是在修炼九银真金之后 好周与张无忌的婚礼上 若不是范瑶出手 周芷若恐怕一招就能将满状态的赵敏 避于九银白骨爪之下了 范瑶出手阻止 也是被周芷若左手轻拂手腕酸麻 原文是范瑶眼见危急 身掌向周芷若肩头推去 周芷若左手微灰 轻轻一扶 范瑶手腕一阵酸麻 这一掌便推不出去 眼看范瑶不行 张无忌又出手阻止 原文说周芷若双手连尸 八下险招 张无忌使出乾坤大脑椅的心法才挡住 后来周芷若正式宣布与张无忌闹掰 走出婚礼现场 原文称杨潇阴天正等一起追上 只见他轻飘飘的 有如一朵红云向东而去 轻功之家 近似不下鱼 轻易富翁尾一笑 杨潇等料之追赶不及 从原文描述上来看 周芷若的轻功 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流水平 强如杨潇和阴天正 都料之追赶不上 邵师山图师大会上 周芷若已摆盲鞭 对英力廷的太极界 英力廷拿出120%的状态 人就不敌 200招后被其击落手中常见 台下的余连周 察觉出周芷若武功中的漏洞 于是使出胡找绝护手 插向周芷若小腹 周芷若放弃 英力廷五指向余连周头顶插落 只盼能斗个同归于尽 危急关头 张无忌挺身而出 拆了两人各自杀招 不过周芷若在此战中 用技重创了张无忌 周芷若欲对张无忌下杀手 梁霄泛妖联手与其斗了数招之后无果 第三次闯金刚抚摸圈 张无忌一人接下了三度的全部压力 想让周芷若找机会 结果周芷若的真实功力 跟四人差距明显 斗了一会儿后 直接被扫出圈外 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再之后遭到黄山女子的全身碾压 不过周芷若也有极为高光的战绩 一天大结局前 周芷若一个人跟玄冥二老 打了上百招不分胜负 原文称 周芷若在玄冥二老的夹击下 竟有收有工 偶尔虚实变换 巧招呼声 再斗数十回合 周芷若见招越来越奇 十招中倒有七招式 及林立的攻势 这个实力恐怕绝对不是 杨肖范要能做到的 总结一下周芷若的轻弓 找弓 白马鞭 剑术 甚至找法都是时间低流水平 甚至未必会弱于 玄冥二老其中的一位 但考虑到张无忌多次认为 他的内力不足 且在三闯金刚抚摸圈时 直接被扫出圈外 在表现上 弱于很多老牌实力 故此紧将其牌在第三十位 不过如果考虑到 他修炼九阴真金的话 未来实力 未必会在黄山女之下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二十九名 玄冥二老 赫比翁 与陆章克 实力一流强级别 一天同龙记中 汝阳王府最强打手 他人是同门师兄弟 从小一起学艺 学得了 威震江湖的 玄冥神掌 号称几十年中 形影不离 堪称 经笔下最强机友 早期曾吊打 武当七家中 最强的 玉莲周 原文是 玉莲周只觉得 一股极英寒的内力 冲僵过来 煞时间 全身寒冷透骨 身子晃了几下 倒退了三步 事后 玉莲周称 我一生之中 除了恩师之外 从没遇到 如此强的高手 武当山之战 玄冥二老在 逼退张无忌后 杨潇和韦一笑 立即抢攻 但在面对 玄冥神掌时 后退竖步 原文称 这两人胸口气血翻涌 寒冷彻骨 硬拼的状态下 可以说是 背起一张秒杀 实力高于杨潇等人不少 不过此后 随着张无忌 武功越来越高 玄冥二老的战技呢 就有一些不够看了 数月后的万安寺 张无忌 及时跳出 搭球出指落 这一次 同样是玄冥二老合力 但满怒气值的张无忌 不出30招 就将两人各自打受伤 如果张无忌 想下杀手 恐怕30招内 就能将两人全部击杀 此战 直接把一旁的杨潇和韦一笑 看呆了 这大概也是张无忌 少有与人 不脱泥淡水的交手 之后 张无忌的对手 正是从两人模式 变成三人模式 大结局前 张无忌 为救周执若 大战玄冥二老联手 虽然在交手中 大战上风 但仍是打了200招之后 再将两人的武功废掉 总结下就是 宣明二老如果联手 在倚天中的出场人物中 可入前五 即便是各自为战 也能排在倚天前十左右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28名 混元霹雳手 成坤 实力一流强级别 倚天投影机中 最大的反叛 倚天第一阴谋家 因师妹之死 开始仇视名将 为此杀的徒弟谢迅 家破人亡 想通过谢迅 引起武林人士 对名将的仇视 成坤主要有三大高光战绩 其是在光明顶之战前 一直重创杨湘 微笑的六大高手 二十招内 击败五散人中 最强的冷千 此后 幻影只被迫 状态不加到极点的成坤 还跟鹰野王打了一架 结果成坤 借其炸死 鹰野王重伤昏迷 其二是 面对名将高手 范瑶的偷袭 先后三次 当场战绩击败 最后一次 虽然中了对方一剑 但范瑶吃了自己一掌 直接养伤一年多 参考张三丰 人老体衰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吃了刚相一掌后 只需疗养三个月 范瑶养伤一年 可以说是把脸都丢光了 在参考范瑶曾说 自己最少能在 玄米二老任意一人手下 走一两百招 不会落败 而他却在偷袭的情况下 不敌陈坤 可见陈坤的势力 绝对是在杨潇等人之上 甚至还在 玄米二老之上 该战绩 也是陈坤全书当中 最高光的战绩了 主要战绩是与盖帮帮主 石火龙连队12掌 12级 降龙18掌后 两人一死一伤 图事大会结尾时 陈坤与谢迅对拼300招后 受赵敏在一旁影响 最后输给谢迅 此战也是陈坤 最被诟病的地方 虽然新修版中 已经删除了 他不弱于三度的旁白 但考虑有过 三次击败过范瑶的精力 故而排名稍稍高于 玄米二老 从阴天正 到陈坤为一流强级别 一流强明显强于一流中 且明显弱于 接近准四角级别 一流强大概接不住 接近准四角高手200招 下期呢 我们来说说 六名接近准四角级别的高手 接近准四角级别的高手200招